《七心论》 《七心论》 《一不打一法戒苦,不绝念其二有无名》 《七心论》是马明菩萨的著作 叫《大臣七心论》 由此可知 这是大臣入门的教材 大臣入门的教材 大臣就有相当高的深度 他不是小臣入门 他是大臣入门 因此跟《金刚经》所讲的这个境界是相同的 《金刚经》上要破思想 标准是要破思想 《七心论》上交给我们的也是这样的境界 《玛明菩萨》 《读经》 《读经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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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由此可知 设法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迷了以后产生的幻觉 假象 实际上真相呢 真相是一真法界 十一法界 因为不明了 不通达了 法界是一真了 不觉念起 而有无名 无名从哪里来着 无名从这来着 马明菩萨所说的 而世尊在那一年会议上 对佛诺纳尊者所说的 与马明菩萨的讲法很相似 世尊说 知尽立之是无名本 无名的根本说 是知尽立之 知尽就是设向不如 法华经上讲的 佛知佛见 你从佛知佛见里面呢 再建立一个知 就错了 所以是头上安头啊 那是无名 跟这个地方的意思很接近 不达就是不救 无名皆妄想知主 无名是妄想知主的根源 如果你要问 妄想知主从哪里来的 从无名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 妄想知主断掉了 无名就没有了 自信就开心了